严格铃 金铃十三差 第三章 晚上火光更亮了 亮得女孩们都无法入睡 书涓旁边是徐晓鱼的铺 徐晓鱼的附近是江南最大富翁之一 他的买卖做到澳门、香港、新加坡、日本 南京抵抗日货的时候 他附近把日本货全部换了商标 按国货出售 一点都没有折本 他跟葡萄牙做酒生意 成敦的红白葡萄酒都是他用廉价收购的生丝换的 威尔逊福音堂做米撒用的红酒 也都是他捐赠 1937年12月13日这天夜晚 藏在地下室仓库里的秦淮和女人们喝的 正是徐晓鱼父亲捐的红酒 对徐晓鱼父亲徐智仁的研究 我比我姨妈要做的彻底 因为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里 她将要跑个龙套 现在还不是她出场地的时候 徐晓鱼和孟书娟的关系很微妙 今天两人是治好 明天又谁也不认识谁 徐晓鱼是个漂亮女孩 好像不明白漂亮女孩容易伤害人 最容易伤害的是欣赏她 羡慕她 渴望她有益的女孩 我姨妈淑娟就是这么个女孩 淑娟亦受小鱼的伤害 还因为她暗暗不服小鱼 因为她攻克拔尖 长相也算秀美 但有了小鱼就永无淑娟的出头之日 这样的一对女孩 往往有着被虐和施虐的关系 并且被虐一方和施虐一方常常互换位置 小鱼把一条胳膊搭在书娟腰上 试探她是否睡着了 书娟觉得马上反应不够自尊 因为小鱼昨天是苏菲的密友 今天傍晚小鱼用猪拐骨砸那个叫红灵的摇解 书娟存心替她担当了罪责 就是要小鱼为自己的变心而自责 果然书娟一举把小鱼的心征服了 小鱼在自己的胳膊上增加压力 书娟动了一下 你醒了 小鱼耳语 干什么 书娟假装刚醒 小鱼趴在书娟耳朵上说 你说哪一个最好看 书娟稍微愣了一下 明白小鱼指的是妓女们 她其实谁也没看清 不屑于看清 除了叫玉莫的那个女人的脊梁 但她不想扫小鱼的心 刚刚弥合的友情最是甜蜜娇嫩 你看呢 她反问 同时翻身把脸对着小鱼 那我们再去看看 小鱼说 原来女孩们都一样 对花船上来的下酒流女人既嫌弃又折磨 她们一想到她们靠两腿肩那绝密不为谋生 女孩们就脸红的啊哟 一声 藏起她们莫名的体内骚动 罪过原来是有魅力的 她们不敢想不能干的罪过事物似乎可以让这些做替身的去干 书娟和小鱼悄悄来到了院子里 火光把院子里照得金黄透明 草坪中央苍老的美国山核桃树顶着巨大树冠 光秃秃的枝丫抓向天空 如同导致的树像金黄夜晚扎根 一股奇怪的胶抽在气流里浮动 两个女孩站在院子里 忘了偷跑出来要干什么 好像单为了看看英格曼神父的红砖小楼是否还在那儿 又好像单为了看看法笔的卧室窗口是否还亮着烛光 然而 琵琶弹奏的音符敲醒了她们 地下仓库的天花板高度正达书娟的大腿 沿着厨房往后走 就会看见仓库的透气孔 一共三个透气孔 上面罩的铁网生了很厚的袖 透气孔现在就是书娟和小鱼的窥室口 琵琶弹奏是从豆蔻手指下发出的 豆蔻生的小巧玲珑 桃子形的脸 遮去她下半个脸来看 她整天都没开眼笑 遮去她上半个脸 她整天都在赌气 人家借她米还她倒是的 不管怎样 豆蔻是个美人 若不是这副贱命 足以颠倒众生 两个女孩通过窥口进行的选美 初选结果已决出 仓库已经不是仓库了 是一条地下花船 到处铺着她们的红绿被褥 狐皮貂皮 原先挂香肠火腿的钩子空了 上面包上了香烟盒的锡纸 挂上了五彩缤纷的绿中 杀金 乳罩 肚兜 四个女人围着一个酒桶站着 上面放着一块厨房的大案板 稀里哗啦的搓麻将 看来缺五张牌并没有拜她们的玩心 美人面前还搁着一个碗 装的是红酒 尼南 你让我打一圈吧 豆蔻说 尼南用图扣单的手指扒拉一下右眼的下眼皮 这个哑语女孩们都懂 少妄想吧 你眼巴巴看着吧 哎哟 闷死了 豆蔻说 拿起尼南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 那你去杨和尚那里讨两本经书来念念 玉莫逗她的一笑 我跑到杨庙的二层楼上 偷偷看了一下上面有什么 红铃说 都是书 扬州法笔住在那间大书房隔壁 我也看到了 能拿书去砌城墙了 黑皮女人说 玉生跟我一块上去看的 红铃说 两个女孩对看一眼 又看看叫玉生的女人 那么个黑皮还玉呢 那么多经书读下来 我们姐妹们就进修道院吧 红铃说着 推倒一副牌 她糊了 小抄 脚子都让她巴拉到自己面前 去修道院蛮好的 管饭 玉莫说 玉生 你那大度汉 去当姑子吃舍饭滑得来 尼南说 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杨和尚陪 才美呢 红铃笑嘻嘻地说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 玉莫 叫什么都一样 都是吃素饭 睡素觉 吃素饭也罢了 素觉难睡哟 玉生 说着大家红起一声大笑 玉生抓起一把骨牌向红铃打去 大家笑得更野 说红铃今天为麻将挨了第二次打 以后飞死在麻将下面 玉生和红铃在到处磕绊绊的仓库里追杀 玉生说红铃你别急 明晚上就让你长阳婚 姐姐我去给那个杨州阳和尚扯个皮条 你明晚就不用睡素觉了 红铃做了一个手势 两个女孩不懂 但马上明白那个很下流的手势 因为姚姐们笑翻了 玉生笑得直揉圆滚滚的肚子 玉莫心不在焉地看他们闹 自己独自坐在一个卧倒的木酒桶上 一手烟一手酒 两个女孩看久了 对刚才初步评选的第一美人改了看法 赵玉莫在他们眼里每分钟都更好看一点 她不是艳丽佳人 但非常耐看 非常容易进入人的记忆 她头发特别厚实 松散开来显得太重 把那张脸压小了 脸盘说不上方 也不说上圆 小小的 短短的 下巴前瞧 所以她平端着那张脸时 也是略微傲气的 是那种你瞧不起我 我还瞧不起你呢的傲气 她眼睛又黑又大 总是让你琢磨着 她看见了什么你没看见的东西 值得她那么凝神 她的嘴巴是这张脸的弱象 薄而大 苦香而饶舌的一张嘴 让人惊讶 长这么一张嘴的人居然惜于如今 从这样的嘴巴看 她还是精瓜刻薄的女人 可以翻脸无情 最优长的一点 是这个赵玉默丝毫没有自清自荐 破冠破摔的态度 可以想象她是大户人家的姨太太或大嫂奶奶 也可以把她当明星放到国片的广告上 她也跟清晨刚来时不同了 换了件碎花棉不长旗袍 因单蓝色为主色 套了一件白色后绒线开金外套 胸前吊着两个做装饰的大绒球 她好时时务瓦 在女学生的领土上 把自己的封尘位托得一干二净 是求生还是求得平等的愿望 导致她这样的伪装 书娟不得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